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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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是要宣传好两会精神 把这一次有关于新职生产力 我们介绍给我们各界的朋友 而且我们要做好新职生产力的超级联系人 我认为是真实 一个务实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是非遗传成人做从事次数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政策的举措 激励我们这些传承的更好的扎根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把我们这个组合的这种大好核三的这种精神面貌 给它通过我们这个手上的针跟线 秀出我们这种美好的生活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 一直是观察中国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而这次我作为全程参与报道的记者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上会感受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真诚有料 在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多场的委员通道 代表通道部长通道的集体采访活动 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 而在现场常常是一座难求 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几场 发现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在面对记者提问时 总是可以用真诚的话语做出详细的解答 而在他们的回答当中 我能够感受到有调研 有数据 有行动的民生关切 更能感受到他们在面对发展痛点 难点的那一份坦诚 无论是住房 教育 养老等民生话题 还是人工智能家 心智生产力等两会新热词 透过两会这个窗口 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春天的声音 世界将得以更加深入 更加全面地读懂中国 两会的闭幕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